好 首先帶我們的觀眾朋友看到的是 鐵路交通上的消息 花蓮火車再傳出軌的意外 台鐵台這個東部幹線 一輛重新左迎站 開往花蓮北上的自強號財油列車 在今天下午兩點左右 行經復原到光復間的路段 竟然傳出出軌翻覆的意外 而這起意外也造成了 兩名中國籍的女性受到輕傷 送往鳳林榮民總醫院之後 已經沒有大礙 行程會延誤到 原本到台東是幾點 現在四點 四點半就應該到台東了 可是現在四點還在公布 其中有兩位旅客受傷 已經送到鳳林榮民醫院去就醫了 出不了解剛才我有去看 有一位是臉部 臉部受傷還蠻嚴重的 現在就有割傷 然後手肘有受傷 腰部有受傷 由於後三節的車廂翻覆的關係 有兩名的女性受到輕傷 好消息是呢 所幸都沒有生命上的危險 而在意外發生之後 台鐵也派出了接駁車來載運乘客 而由於電車線以及路線都有受損 列車是無法通行的 而台鐵表示將會趕在明天 也就是6月23號的清晨 第一班車發車之前就會修復 要讓民眾的行程不至於受到影響 而事故真正的原因 目前也還在調查當中 最後一回呈到